欢迎收看健康灵极限 一起来实现 大家好 我是谢子武 今天要带您一起来关心 血脂跟血糖过高的问题 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 大名鼎鼎的红麴研发专家 提到红麴你会想到谁呢 当然就是我们台大生化科技学系的 名誉教授潘子明 潘教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蔡仲芳 蔡耀师 哈喽 大家好 还有就是大家所喜爱 同时也是我的好朋友蔡阿炮 炮哥 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是蔡阿炮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现场 潘教授所研究的 强效红麴黄色素 真的是我们台湾人的骄傲 同时也是我们台湾生物科技界的 一个大突破 您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可以把我们体内的 肿胆无存 酸酸甘油脂 还有我们的低密度胆固醇 把它降低 同时它可以把我们的 高密度胆固醇升高 确实达到了三酱 还有一升的效果 还不止这些 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 如果记得没错的话 它已经发表了124篇 SCI国际期刊上面的研究论文 而且拿到了七个国家 还有欧盟 加起来总共是16张的专利 有台湾的 有日本 好像还有韩国 澳洲 美国 加拿大 太多了 我可能一下子记不起来了 这么显赫的来历 今天我们来好好地研究它一下 我们已经是进到所谓的油的时代 因为我们现在吃的食物呢 其中的油太多 而且呢 你所吃的淀粉 最后也是变成油 如果你太油 进到油的世界 我们就要有它的克星 是 就是所谓的红麴 黄色素 是 能够把刚刚讲到的血脂跟血糖 做适度的调节 没错 的确这心血管太油 往往会导致蜂蜂痒 还有些是脑中风 心肌隔散 但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见到 但是有时候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可能您周边的亲朋好友 可能有些名人 一下子 那不用很久的时间 可能一下子就说再见 连一句交代都没有 所以今天我最敬爱的炮哥 坐在我的右手边 炮哥 你 刚才你讲的那个 我真的信有所感 是 因为很多在认识的或不认识的 很多就这样子倒下来就走的人 是 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像我有在打球 是 那有一个球队 他里面的一个肿肝是一个女的 才四五十岁而已 那很年轻 对 他在那个打球玩 这个聚餐的时候 在上面在讲解那个会晤的时候 讲着讲着 突然就看到就砰就倒下去了 一瞬之间就没有了 你说说没有 就是说当下就 倒下去 然后就救不起来就走了 就这样 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的症状 而且他平常就是很开朗 然后很健康的一个形象 也很活泼 而且还有运动打球 我想请教一下炮哥 您是血脂高 还是血糖比较高一点 目前来讲 该高的我都高 血糖 血脂 还有那个什么胆固醇 三双甘油脂 说实在来 一开始我是因为心脏问题 是 这是我有心肌的问题 你有心肌 我这个心肌问题之前 我从来不认为我需要什么健康检查 什么抽血 我都很排斥这种东西 我就认为我人好好的就好了 担心什么健康问题 但是后来因为去检查了我的心肌问题 医生才告诉我说 你的问题不只是这样子 所以他才建议我说 要去整个全面的检查 包括抽血 然后可以验的都验 那个报告你拿出来 都是红字 真的就像高中的 我那个成绩单一样 是 就是要准备留级 要当掉的那种感觉 医生跟我说 你现在已经走到 你的人生的转略点 是转略掉 对 我还想说 他到底是给我 结果他跟我说 你如果这个时候 你还要TG下去 还要不注重你的健康 你后半辈子的人生 就是靠药 就是看病 就是住院 就是打针 这样子 看我要不要改变 那人生就是黑白的 对 所以我才开始真的体会到 我应该要改变 我们都要一起做观众代表 来好好的请教一下 我们的专家 我们的潘教授 因为潘教授您研发 这个强效红穴的黄色素 就是用来帮助我们 调节我们的血脂 调节我们的血糖 然后降低这些风险来发生吗 对 这个红曲黄色素 经过八周的动物试验 是 我们可以发觉 总胆固醇 可以调节 18.56% 三酸甘油脂 可以调节 29.44% 低密度 脂蛋白 胆固醇 就是坏的胆固醇 可以调降 40.76% 各位要注意 并不是所有的胆固醇 都是不好的 高密度 胆固醇是好的 它能够把堆积在血管壁的胆固醇带走 所以它可以让它提高42.35% 另外血糖也可以调节13.6% 所以它的效果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到是非常的好的 可是这样子让我很惊讶 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是八周 八周其实也有在 就是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两个月 怎么会这么的有效率 这个效率会不会也是太高了一点 潘教授 这个是实验数据 是 我们有了解到 我们的实验数据 如果经过投稿 到国际学术期刊 一定有审查委员审查 是 他看到都没有问题了 才会刊登出来的 所以说潘教授 我为什么那么的喜欢他 为什么信任他 因为他所说的都是有评有据 而且偶尔一次叫做奇迹 如果一百次里面 一百次数据都一样的话 那叫做科学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进到科学时代 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家 相信专家 他们所做的这些心血的结晶 那我也要请教一下我们的菜钥匙 现在我有个朋友 但是他去检查党固醇 他本来信心满满 可是出来数据你知道多少吗 一千 一千 他很惊讶 太高了吧 他很散 他也说吃不然说很多 但是他说我这么瘦 怎么可能会一千 其实我也不太懂 我想说瘦的人应该不会这样子 难道党固醇不挑高 还胖瘦吗 其实大家应该身边都有很多 这样子的例子 像我身边有一个朋友 他也是瘦瘦的 吃多就算了 三残高数据嘛 没关系 但是他很爱吃肥肉 尤其是这种三层肉 很油的 就是那种五花肉 尤其是那种越油越好 我就会他说 你这样你胆固醇都没问题吗 没有 都没有胆固醇的问题 但是我有另外一个朋友 他就是也是瘦瘦的 然后每次我们要去吃早午餐 下午餐 他说这个我不能吃 这个太油了 但是我会说 但是你看起来瘦瘦的 你也没事 他说没有 我其实从小舅 一直有在追踪的胆固醇问题 其实一直都是超标的 所以其实从这些例子 你就可以知道说 胆固醇它好像没有分胖 或者是瘦 其实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其实最关键的是因为体质 体质 对 没错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稍微 像我想问一下主持人说 你知道像我们的胆固醇 有多少的百分比 是来自食物的影响 有多少百分比 是来自我们人体自己制造吗 关于这个问题 会很明白地回答你 我不知道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观念 就会想说 那应该就是一半一半吧 其实大概一半是食物 最保险的就是一半一半 对 就一半一半 但是其实根据我们的实验结果 是人体百分之九十都是有人体制造的 其实跟食物有关系的只有十% 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人是瘦的 但是他的胆固醇是高的 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这是体质的关系 欢迎回来我们的现场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 我们的专家 比如说 小血管病变包括眼睛的病变 像白内障 视网膜病变 青光炎 肾脏的病变包括血压上升 尿毒症 最后要终身洗肾 另外在足部的病变 足部容易感染 伤口愈合很慢 最后很可能要节肢 大血管的病变包括脑部 心脏的病变有动脉硬化 脑中风 心肌梗塞 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 很多人一下就倒下去了 神经病变就是手脚发麻 还有刺痛 感觉迟钝 所以这些都是血糖太高 而引起的副作用 所以你看看多可怕 血脂跟血糖一定要控制 而且我真的很好奇 糖尿病怎么会 演变成这么多病变 要是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在讲的高血糖 顾名思义它的意思就是 我们的血液里面的糖分是过高的 对吧 那我们是不是 每个器官上面都有血液 都有血管 不管是像眼睛 或者是说我们的心脏 上面其实都有血液 所以其实你们就把它想成 我们把器官泡在糖水里面 有这么泡在糖水里面 但是我不知道说 到底我把器官泡在糖水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一听就觉得一定很不好 可是我们人本身也需要糖 也不能说我们都不吃糖 所以高血糖就是所谓的 过多的糖 那所以说我们把这些 器官泡在糖水里面 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刚刚教授讲的这些 那等于全身的病毛病通通都来了 对 那到底为什么我们这样子 高血糖会导致这些 血管的一些病变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血管上 其实上面有很多的蛋白质 那这些过多的糖 会跟这些蛋白质产生作用 就会让它硬掉 硬化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这块硬掉 这块硬掉最后结在一起 就是说我这整条血管都会硬化 失去弹性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说 你一般的血管如果正常来说 是这么宽好了 那当你今天有一些的病变的 一些蛋白质沉积在上面 你这些是不是会一直沉积 一直沉积的血管就越来越窄 所以说当我们的血液 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携带氧气跟携带氧分 所以说我今天能够携带的血液 是不是少了 也就是说你的氧分 氧气都会跟着变少 那大家想一下 如果你的心脏 没有足够的氧气跟氧分 是不是就容易传 那当然了 因为你的补给不够嘛 没错 所以说有很多中风过后的人 心肌梗塞之后的人 会比较喘 比较容易喘 他动不动就会 对 是为什么 不是肺部功能 而是因为他的心肌 没有办法有足够的氧气跟氧分 去供应 所以他容易觉得喘 其实大家常听到的胆固醇 就是两种 一个叫低密度胆固醇 一个叫高密度胆固醇 那这两个东西 从名词就知道 他们很爱唱反调 对 他们很爱做 就是相反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刚刚潘教授 有提到的 低密度胆固醇 要把它调节 高密度胆固醇 要去升高 为什么 因为高密度胆固醇 它在你的血管周围 如果找到胆固醇 它就把它QQ的 回来回收到肝脏 是 然后把它代谢掉 这样我身体的胆固醇 就会降低嘛 是 那如果是低密度呢 他发现胆固醇 就算了 他一直往我的 就是动脉推 一直送 让他更多的成绩 在我们的动脉上 所以他们就很爱做相反的事情 而且听说低密度的胆固醇 很容易被自由基攻击是吗 没错 但是其实这边大家可以想一下 什么叫做自由基 对 其实就跟我们呼吸一样 可能吸入氧气 虎醋 二氧化醇 二氧化醇是我们不要的东西 那细胞也一样 细胞在呼吸的过程中 就会产生他们不要的自由基 那我刚刚提到过 其实我们的血管上 都会有很多的东西 那所以说这个自由基 跟低密度胆固醇去做一个 交互作用结合之后 就会产生斑块 这个斑块 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壁变厚 或者是让它硬化 这个强效红旗黄色素真的很厉害 它把坏的降低 百分之四点七六 然后把好的提高 提高到百分之四十二点三五 而且最重要 不管是降伏还升伏 它们数字其实都蛮大 最重要是它才短短的 八周的时间 对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来讲说 调节血糖 调节血脂 那为什么我们都是说三高 高血糖 高血脂跟高血压 而不是说二高 主要就是因为 当你有其中一个高的时候 另外两个高就容易发生 尤其是高血糖 高血糖会导致另外两个高的 的机会 其实是比其他两个更高的 对 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刚刚我都已经有解释到说 为什么我们的血管会硬化 血管里面的血液就会比较少 所以说最后心肌的问题 那我们这边看到这张图表 美国FDA所提出 他丁类药物副作用警告 这个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吗 各位都了解到一般的红麴 它能够调节血糖 血脂等 都是靠他丁类 他丁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前一张呢 在美国FDA 他在二零一二年 就有一个警告 他说这种降胆固醇的药 因为含有他丁类 可能会损伤记忆 可能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 可以引起恒文肌溶解症 最后还会引起肾脏衰竭 2012年美国FDA提出警告以后 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2014年2015年到2016年 不管是加拿大 美国还有欧洲 各位看到这么多国家 都限制Molacolin K 每天吃的量 你看看 甚至有的根本不准存在 像零就是不准存在 对 那你看看最松的 还是要小于10个mini gram 所以各位要了解到 旧的以前的红麴 降胆固醇 是看靠Molacolin K 那现在有这么多的缺点 当然 我们想能够找到更好的 事实上我们在实验室里面 把红麴 红麴 红麴 山药 红麦 蚂蚂蚁 把红麦接在蚂蚂蚁里面 去发酵 我们总共分离出 34个化物 是 这34个化物 各别一个一个去试 结果才试出 Molacin 跟Encara 有这个功效 老师刚才讲 我要喊急 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 是真的 他从来不讲假话 我还以为你在开玩笑 他讲的有些我听不懂 但是我给你保证 他没有讲假话 真的 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 并不是靠Molacolin K 来做调节作用 是靠两个黄色素 Molacin 跟Encara 既然原来的 含Molacin K的红麦 它会引起一些不好的作用 所以我们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去把这种红麦黄色素 它的安全性 是 做了相当多的研究 28天的毒性试验 90天的毒性试验 还有所谓的 会不会产生变异 甚至拿去国内 国外的实验室都去做实验 确认它是安全的 Molacolin K 可能市面上摸摸摸东西 很多厂商都会生产 但是它的确是有它的风险存在 所以说 所有药都有它的副作用 对 那副教授 我用潘教授看到这一点之后 他就研究 Encara Friving 还有Molacin 这种困难度会比较高 所以据我所知 潘教授基本上可以说是不眠不休 他不是一天两天 他基本上花了十几年的时间 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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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年一个小朋友 都是成年人 知道吧 所以这种科技是真是不得了 而且他用了很多心血 也不光是他 你听说你还动员了台大 几个博士班 23个博士班 23个博士班 还有65个硕士班 是班 不是个 是23个博士班 跟65个硕士班的学生 一起去研究 然后花了18年时间 欢迎回来我们的现场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专家 这样的心血结晶 真的是让人为之惊艳 得到的就是这个 各位看到 18年就这么小块了 这个黄色的色素 一个是Molacin 一个是Encara Friving 我第一 我常常听到您说这个 我可以碰吗 可以 这个你不要小看它 一毫克 一毫克 要美金四百块 我们随便的吃一颗药丸的 那个剂量 都比 都比它多好几十倍 你刚刚说美金四百块 台币一万两千块 一毫克要台币一万两千多块 这个谁吃得起 我先把这个还给你 因为我今天身上 我今天身上只有带五百 就是加加油的钱 我没有多的钱给你 因为我本来以为还好 我每天想让它起来说 一毫克 要一万两千多台币 我那个看起来 大概有三毫克 三毫克要四万块钱 我们平常老百姓 每个月才赚个几万块 怎么有钱去吃到这种东西 这个是给比尔盖茨吃的吗 还是巴菲 巴菲特最近恐怕也吃不起 对 因为最近 那个股票已经出脱了 那这个没有办法普及到 广泛到一般的老百姓 是啊 我们生物技术好处就是 改变发酵条件 让它长得更多 我们不要的 让它不要产生 是 所以 是完全不含 是 生物科技的方法 不断地改进 我们最后得到一个几十块 台币几十块 所以 可能要三万多块钱 现在变一颗几十块钱 对 我们就是希望 能够让我们 台湾人 能够用很低廉的价钱 去吃到很有效 本来也很贵的 现在也能把它弄到很低 大家都可以吃得起 是 要让普罗大众 都能够享受 我们研究的成果 浩哥 我觉得你今天来我们节目 我们真的是太荣幸了 你知道吗 怎么说 真的很少这种病患 会实地的现身手法 我还要跟制作人说 还好我有病 不然没有人要请我来上这个节目 也快别这么说 制作人有跟我讲说 还好 你虽然有病 还可以过来 因为没到严重的地步 不然就来不了了 你平常有吃红麴吗 有 为什么呢 也是因为那张报表 那张报表的血糖 是 超标了 但是还没到真正的糖尿病 后来又验了那个糖化血色素 因为那个好像比那个 血糖的指数更准 是 所以又验了一次 又是临界点 又是超标一点点 所以我就觉得 我真的不吃的 什么什么保养品 或药物不行了 就有个朋友跟我说 吃红麴 吃红麴 但是我去记住 你知道为了吃红麴 这三个字 我在Google里面 Google多久 Google快两个礼拜 我才确认说 这个东西真的是有用 是 因为是国家认证 是 有实验依据的 所以我才开始在吃 而且吃了 说实在 感觉怎么样 那张表 红字变少 越来越少 是 本来以为要死当 现在居然有 补考的机会 念书还有补考的机会 但是人的身体 一定要好好顾好 它不一定会给你 第二次补考的机会 当然 所以真的要保重 因为我们一般人要保重 像你这么好的演员 更要保重 这是我们特殊强效 红麴黄色素 经过八周 八周动物实验证实 我们总胆固醇 可以调降到18.56% 三酸甘油脂 调降29.44% 低密度胆固醇 调降40.76% 那高密度胆固醇 这个很值得大家来看 可以提高42.35% 那高密度胆固醇 我们又俗称是 比较好的胆固醇 是好的胆固醇 然后这一项 血糖调节 13.6% 那上半部可以说是 三酱一身 再介绍 再看到我们血糖 有效调节 整个效果就等于 三酱一身一调节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懒人包 如果说大家记不起 还赶快拿起手机 来对这个拍张 我讲一辈子受用无穷 这个我真的要补充一下 大家这个名字真的要记好 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在药局的时候 就有个更年期的一个妇女 就跟我说要是她想买一些 非荷尔蒙相关的产品 那就开始跟我聊 聊聊就说 听说更年期之后 比较容易有糖尿病 那我是不是 听那些邻居说 我要吃黄麴毒素 为什么 然后就跟这个 所以我就跟这个太太说 黄麴毒素你确定吗 她说对啊 她说那个红麴里面 有一些黄麴毒素 这个是对我们血糖 很有帮助的一个东西 其中一个字就是 毒了它 还不会觉得怪 我有问她 她跟我说 我以为现在科技很进步 可以以毒攻毒 所以大家这个名字 真的要记清楚 它是 红麴黄色素 并不是黄麴毒素 其实这个真的不要去笑 很多我们这一般 不是学医的 不是学生化科技 这个曲跟那个曲 其实有时候会搞不太清楚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常常跟大家报告 当你有问题的时候 不要自己去找答案 你找专家问答案 因为人家学这个 人家一辈子都要学这个 你问他 比自己在那边 一直擠一擠 有效多了 原来一个东西研发出来 要花这么多的心血 那当然也非常感谢我们泡哥 谢谢 又是明星 又是病患 来到现在 没有 我们真是希望说 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都可以创造 属于我们自己的健康 那今天在节目里面 我们也发现了 这个强效红麴黄色素 真的是背景强大 原来它对于血脂 血糖 调节可以有这么大的幅度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当然各位对本节目 有任何疑问的话 非常欢迎大家 播打我们的咨询专线 我们一定会很热心的 为您解答 自己健康呢 一定要自己创造 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临极限 让我们一起来实现 我们下次见 谢谢 谢谢 谢谢教授 真好声 谢谢 谢谢